在家长与学弟妹沿路骑掌鼓励加油声中 本届考生七号一早余冠走进考场 投入这场新冠疫情完全解封之后 第一次的大学入学考 官方统计显示 共有1291万高中毕业生参加 比去年多了98万人创下历史记录 中国的大学入学制度仍然是一世定终身 虽然整体入学率不低 但想进入顶尖一流大学 至少要在总分750分里拿到600分 去年人口最多的广东省 也只有3%考生达到这个成绩 竞争激烈可见一斑 这两天考生最大 各地有巴士专车接送 还有交通管制 静明喇叭 也有店家暂停营业 减少对考生的干扰 遇到塞车突发状况 警察会出动支援 为防作弊与枪手呆考 有些城市还采用人脸辨识技术 或降低考场附近的信号功率 防止电子作弊 这其实也是人生当中 很多次场考试当中的一场 考一个好的成绩 也算是对这12年来的 付出的一个回报 今后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新的开始也算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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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们阴阴期盼孩子考上好大学 开启美好未来 不过四年毕业后 这批史上最庞大的考生群 还要再次面临残酷的就业竞争 疫情期间严格封控导致大量失业 加上政府严格监管补教 房地产 网络产业 又消去了大量工作机会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四月十六到二十四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点四 创历史新高 而且还可能估得太宽松 今年毕业季马上又有破纪录的一千一百六十万应届毕业生要投入就业市场 失业率可能再攀高 习近平近期给大学生的一封信 鼓励新时代青年走进乡土 不要怕吃苦 有地方政府建议把失业青年送到农村干活 已经跟一般大专生寒传苦读受高等教育 凭白领职涯的人生志愿背道而驰 就算挤进大学窄门还不一定负担得起 今年教育部高等教育预算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三点七 地方经济疲弱 教育支出紧缩 部分大学今年大幅调高学费平均三四成不等 最高的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涨幅百分之五十四 网友议论预算紧缩不该从教育下手 还有人担心对清寒学生不公 让高等教育变成精英教育 工人新闻是会中编译